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神圣的人们 很少有人意识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光明会和太空存有的势力之间存在着一场战争 光明会已经使这成为可能 因为他们已经将数以万亿的美元 投入到他们的秘密太空计划中 战斗已经发生 以便对地球封锁而完全由他们接管 如果他们成功了 他将真正成为监狱地球了 人口将会任由他们摆布 因为他们所执行的计划 是要广泛地减少地球人口数量 到一个可管理的数字大小 然而 虽然战斗还没有结束 光的势力已经确立了 他们自己成为最重要的力量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他们可以声称胜利和移除光明会的主要成员 他们将被放置在 他们无法再妨碍你们建立新时代的进展的位置 长久以来你们一直无法取得进步 如你们所愿 很快你们会自由地走自己的路 提升到更高的维度 然而 首先要做的是 让新时代进入全然的流动 在你们的太空朋友们的帮助下 被阻止的部分已可以向前发展 你们将很快地进入现代自由能源 和自己自足的时代 自然的 会有许多帮助者将协助你们建立新时代 必要的改变 使得你们能够往前推进计划 并且只能等待正确的时刻去进行货币重估 世界继续处于动荡和战争盛行中 但大部分是为了应对黑暗势力的力量 试图强加在他们的控制之上 然而 他们的成功将不会被允许 因为更高的存有将光之恩会决定结果 有一个计划 将防止他被延后 因为问题已经到了一个该是给他们一个结论的时候的点了 要对那些在他们手中拥有你们未来的人有信心 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控制 并有一个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完整概述 光明在哪里 哪里就没有错误 你们的自由计划按计划进行 并且要求确保扬升会发生 现在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决定他们未来的位置 如果他们想要扬升 就要相对应的活出他们的生命 当然 会给予帮助和指导 但在最后的计算 取决于你要提升你的振动 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 你们必须知道 现在是一个机会 比如现在是正值一个周期的结束 所以 努力投入 一定要取得成功 因为你们内心深处 会知道这是事实 当你同意你的生活计划 你就有信心能够扬升 你的耐心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考验 如果你能坚持自己的立场 你就能够把自己看成是在通往更高维度的道路上 克服较低振动的挑战会是艰难的 你的攻击会来自四面八方 但藉由保持着心无旁骛 在全然的控制中 将会很好的在扬升的道路上 一旦它发生了 许多项目将可以开始 包括 必要的设备的分布 让你们在能源方面能够自己自足 显然 这些变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但是你会清楚地知道 这已是一个开始 在所有的阶段 你们的进展将透过更高的存有 它们的存在将会是你们的保证 一切将按计划进行 很快就会把你们带入新时代 有了这样的发展 你们的得外世界的朋友将能够安全的更常来拜访你们 以及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直到新闻自由可以重新被建立之前 你们将需要去找出可靠的资讯来源 目前有故意试图去混淆你们的虚假资讯 然而 真正来说 更多的人都变得意识到真相 不是那么容易就上当 光明会将受到抑制 但它们的爪牙依然坚持自己的努力 以保持隐瞒的真相 它会显露 不会有再多的掩盖让它们为所欲畏 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有勇气踏出去告诉他们所知道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将追随他们的脚步 要知道 黑暗势力从未有过事情是透过他们自己的管道 只是他们的行为更容易以害人听闻的故事和坏消息而被新闻报道 真正的新闻被控制 直到能自由地报道它的真实性之前 你们永远不会了解所有发生在地球上或在地球外的真正事件 当情况允许时 你们会很快得到你在地球上的时间的事实 你们历史的许多虚假故事将得到纠正 因为它可以回到过去 你们将被给予合适的事实来支持它 当你所拥有的东西被改变了 它会让人不安 但要意识到 所有的事都在不断变化的状态 因为老旧的一切在未来没有容身之地 光之旅程的道路 有时会是一个孤独的生活 因为很少有人完全明白为什么他们在地球上 他很难找到别的同类 你经常成为一个孤独的身影 但你在地球的存在是有助于去传播光的 当你提升振动能量时 它将变得更容易从许多较低的能量分离 因为它们对你是很少或者没有吸引力 时间临近了 它将能够告诉人们体验这较低振动的真正原因 此外为什么它一直需要多次转世在地球上 无论你目前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当周期结束的时候 你会相对应的处于正确的水平 星球上 家人可能会发现 担心它们会是分离的情况 但要记住 每个灵魂都有自己的道路 然而 有些时候 伙伴关系保持坚定的灵魂 仍然会一起前进 事实上 一些家庭会走到一起 分享生活计划 往往会是发生在他们为光工作的时候 亲爱的朋友 你是被敬佩和被爱的 为了你献身于你的责任 并在任何时候被帮助去完成你的生活计划 陪伴着你的指导灵是可以影响你方向的强大存有 那是要确保你的安全和经常去避免本来可以改变不良的生活的变化 如果你承认他们和与他们交谈 他们可以更容易的与你交谈 他们会把他们的想法让你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可能比你更了解你的生活计划 并能够确保你保持在正确的道路上 他绝不会剥夺你选择的自由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 你最伟大的工作有时会发生在 当你处于你安静和使用你思想的力量时 然而 你不能强迫你的想法成为任何人的 因为他们可以拒绝 如果他们不接受 这经常会发生的原因是业力的责任 那是必须上演的 这也是用于疗愈能量的发送 因为有时灵魂需要看到他们的疾病的整个过程 为所有有关的利益 当你扬升后 你将成为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人 你的光芒将变得如此强大 你将不会带着或被娱乐的负面能量玩弄 光会在你所做的一切之中 因为你将会有类似一个快乐和幸福的生活的灵魂之爱 随着你们的意识水平的提高 你们正在成长 这是你现在生活中更高震动的一个自然结果 然而 正如前面所说的 会有一个某些灵魂无法达到水平 而让他们继续上升的点 这些都是会采取不同道路继续着他们的进化的灵魂 对那些震动正在上升提高的人来说 再次强调 所有的灵魂都将会发现他们自己需要继续进化的位置 没有选择 因为你无法处于一个高于你自己的震动水平的地方 到现在 你们大多数的人应该已经在旧时代的最后十日里找到你的定位 很快被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的震动 对光之工作者而言 这意味着是要活在当下 你的知识和技能所需的地方 需要去看顾他人直到最后 并帮助他们扬升 许多灵魂没有概念或去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时期 但提供他们大部分生活 在他们生活中以最好的部分为他们服务 他们也将扬升 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尽力而为并尝试以宇宙的爱来对待所有的灵魂就好 如果你犯了错 不需要担心 因为只要你从这些经历有学习 仍将继续上升 所以不要在任何情况下放弃 但要努力保持你的灵性道路 你的指导者肯定会在你身边 如果你倾听 他们会尽他们所能让你保持在你所选择的道路上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在你需要帮助时祈祷的人 那会是很好的 在那些安静的时刻 你的指导者就能够靠近你 他们会用他们的资讯让你留下深刻印象 你最好跟随着他 即使你看不到结果 如果你做出错误的决定 并将走向错误的方向 他们会尽力让你改变他 请记住 他们是以扬声的存有 知道你们正在经历什么 同时有很好的经验去指导你 让你保持在你的生活计划中 这个月很可能是有重大意义的 因为一些行动已经发生 可能会导致一些你们欢迎的正面结果 你们的耐心已是非凡的 当你所预期的事件并没有完全按预测成为现实时 你们会很容易记住的是那个2012年当新时代正式开始时 似乎来了又去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事情 然而在一个层面上 它发生了 因为你们被告知 自那时以来许多有助于新时代体现的事件已经发生 你们寻找着真正的变化 但却看不到任何改变 但它们已经在幕后发生 从那时起 你的意识水平已经上升 回头看看 你可能会同意 因你现在更意识到意识层面 你们已经等待很长的时间 才能从在较低震动的考验和磨难的生活中被释放 然而 一切都在进行中 确保最后的结果会是对你们有利的 除了一些小困难 你们未来的道路是明确的 你们将达到的 会是确保你的幸福和快乐的水平 因此 这讯息是要你们随着震动的提高 尽快开始去感觉它是什么样的生活 你越能抵抗较低的震动 它们就越无法影响你 所以请记住 喜欢较低震动 就会吸引喜欢 其他较低震动的靠近 要让你自己避免去吸引到它们 随着地球的光继续增长 黑暗将逐渐消失 它已经在发生了 它在那些黑暗势力的那些人中间造成了混乱 因为它们无法再将能量放在位置上 它们是自己所做的事的受害者 但它们要转向光明 永远不会太晚 我带着爱和祝福留给你们 愿光明照亮你们的日子和完成的道路 这个资讯来自我的高我 我的上帝自我 每个灵魂都与上帝有同样的联系 在爱与光之中 迈克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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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明远和美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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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